現在呢我們進到這個AE裡面來 我把專案檔先打開 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完成的檔案應該是像這樣 就是在這個階段 你看有沒有 他把它收起來 然後有一個攝影機 最後是變成另外一個影片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是要準備兩個 我們剛剛是準備好那個縮圖了 那另外你要放在下面 假設你出來要像跟我們這邊一樣變成另外一個 不管是圖片還是影片都可以 那如果呢你剛剛輸出有問題的沒有關係 這裡有有沒有 這裡有TV screen 這個是下面那一層的 這是上面的 這是上面的 所以在這邊 那我就拿這個 因為我們打好要跟這個一樣大 所以你就拿這個 這個檔案把它往下丟丟丟 丟到這裡來 這樣我有一個場景 一個合成 是不是跟他 跟這張圖片一樣大 那麼 他如果做完之後 應該要看到下面這一張 這個影片 那我把眼睛 這裡 好我先關掉一下 這個你可以拉過來 因為他這個 完成了範例檔 把它放在這邊 有沒有 我們平常都在前面了 我現在關掉 那下面這個影片 我那時候抓比較小 我可以先把它縮放一下 S打開 Scale 這樣 如果你不想要看到前面 我就想要拿到前面一點 這樣就看到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一張做完之後 我希望就看到下面這段影片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這樣安排一下 那我們這一張Photoshop本身呢 這個Photoshop本身 你看 打開 他 我有幫他做這個 就是透明度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中間有透明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小魚子做完了 你中間那個白色的 你可以把它拿掉 變成透明的 因為我這邊用這樣的用意 比較重要就是 希望讓各位看到在這裡 我們在這邊做這個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這個東西 有這樣 一條線一條線 這樣比較模擬像電視牆嘛 對不對 像電視牆這樣子 所以呢 在這裡 你把這兩個先放進來 待會呢 我們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影片套用 電視的格線 因為我現在呢 雖然我到完成之後 我就可以看到後面這個影片 可是這個影片 有沒有這樣一格一格的 比較沒有像 多面電視組合家的感覺嗎 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 國家利益頻道 曾經用過這張 有印象嗎 有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 Photoshop那個檔案 請問 移密 是不是已經有 R8的透明度了 借用它的 R8透明度 拿來這邊 去遮住它就好了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你看一下喔 我這邊 這裡先打開 借用它 借用它當遮罩 可是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進到遮罩 從下面這裡做切換 從這個地方做切換 才會看得到遮罩喔 有沒有 那 被遮的放下面 被遮的 這段影片放下面 遮人家的放上面 所以我要告訴它 我的這個遮罩 我要用上面當遮罩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有沒有格子狀啊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有格子狀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當然如果你不要用素材 其實也有一個濾鏡可以做 只是我這邊 學習狀況好像沒有特別講 我看一下 對我這邊沒有特別講 如果啦 假設你今天做的 沒有用這個的話 也可以喔 我先 透露一下怎麼做喔 我就在這上面 從特效裡面 有一種叫做Grid Generate 產生裡面有一叫Grid Grid 這就是產生所謂的網格狀 按一下 有沒有這樣一格一格的 對不對 那這個一格一格的到底要多大 你就可以自己來決定 這個地方 它的size 誒不是 這個 它的寬高 我記得這裡可以選擇 寬度高度有沒有 寬度跟高度的時代 寬還記得我們要多大嗎 240 這是 高 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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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這是Bolder 這個 135 寬 欸 Grid 240 240 135 應該沒錯 我設錯了嗎 翻跟高 回來一點 因為這個 要跟什麼 跟那個一樣喔 24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是用那個 我現在是用640 抱歉 80 跟60 這樣 這樣子 糟糕 影片 等一下等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 因為我剛剛是拿影片來當做那個 我看一下這個completion多大 抱歉 這個只有 640 480 那應該對啊 我是80 寬度80 那個60 因為我們用Grid也可以做到類似的 也可以做到類似的喔 只是這邊 Branding Mode 它會有一樣這樣的效果啦 那這個 沒關係 我就先 不要用這個喔 就你用剛剛的方式就好 把它用 遮到的方式把它 加進來就可以 好吧 先給各位試看看喔 你把 這個 TV Screen 這個 把它先增加一個合成 然後呢 像我們一樣把它安排一下 這樣有了之後 你還需要一個喔 總共要兩個 兩個 因為這個才是真正在上面看到 這個是當它的遮罩 對不對 當下面這個影片的遮罩 所以 這樣子 好吧 給你試看看喔